基隆市议员宋伟丽和助理们提着新鲜的蔬菜水果 以及米粉面条罐头和口罩等名声及防疫物资 沿着斜坡和楼梯走上半山腰 亲自把这些物资送到因为确诊居家隔离的独居 或是弱势民众住家外面 帮助民众度过居隔时间不能外出采买物品的生活难关 也让拿到物资的民众非常感动 这阵子疫情整个基隆市是全省居贯的 我们中山区这边也是难易者也非常的多 我们伟军关怀协会邻里市长就发起 三星人社乐均以及伟军家人们的捐助赞助 我们就是我的服务处 然后伟丽就接到很多染疫者的电话 因为不能被匡列以及染疫不能外出者 那一下断吹之长 所以说伟丽就跟我的助理 我们一起就是轻松到这些物资到每一个家庭 让他们感觉到就是这社会的温暖 然后最主要我们是针对弱势以及中低收入户的家庭为主 宋伟丽表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还是相当严峻 服务处经常接到不能外出采买区隔民众的求助 因此特地和基隆市伟均落势关怀协会理事长林立青 以及会员们共同合作 每天到市场采买新鲜蔬菜水果 由理事长和会员们分装好之后 加上其他米粉罐头和口罩等民生及防疫物资 再由宋伟丽和助理们亲自送到需要帮忙的中山区隔民众住家外面 希望帮助大家减轻生活压力度过难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